我記得有一次小時候吃飯 去哪裡 去渡船街 因為以前經常探望一個在 應該在變色的時候 解放的時候 跟著我爺爺 就跟我爺爺在一起 一起去打工 就落爛來香港 你爺爺是走下來的 是的 在廣州 不知道他還是我爺爺 有些家裡被人鬥了 但他就落到來香港 我記得他已經97年之後 他才過世 他就很拜共產黨 八九六四 如果不開槍殺人 中國就會重新入到 軍拔國的年代 那時候我天真 我小時候很喜歡他吃黃花雀 吃蛇根 他受那麼多苦酒下來都是這樣說 很多人他都是 我一會兒會解釋我會明白 那時候我小時候看新聞 講回歸一國兩制 我天真問一句 一邊吃春卷 還是蛇根 還是黃花雀什麼都好 我說為什麼會有一國兩制 如果一國好 就不需要有兩制 有兩制 就表示一國就不行就不行 那他不行就不行 那為什麼我們全部都要回歸到他那裡呢 然後他說 你認識什麼小朋友 就是這樣 你真的分不出 那天晚上你是在香港 1997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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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記不記得好男人大雨 是大雨都 歷史性的大雨 歷史性不誇張 嘩你真的沒有印象 好男人誇張 你那時候十歲八歲 是啊 那時候幾乎十歲八歲 是啊 那時候幾乎十歲八歲 是啊 那時候幾乎十歲八歲 是啊 是啊 你不記得 以前我睡過那間房 後來搬出去之後 阿公就進來睡我那間房 那些聊天 說他當天在蒙石下來 是不會說 說什麼 直到90年代開始 因為強國經濟起飛 開始給多錢吃和花雀 那就沒有貨下來香港 這個文化才漸漸消失 大陸那邊執法又不厭 還有些餐廳考納名目 東莞、順德等等的地方 都可以見到 直到90年代開始 因為強國經濟起飛 開始給多錢吃和花雀 那就沒有貨下來香港